回到大全境来讲 明凤现在蓝白河已经演到第几集 其实大家已经有点搞不清楚了 但是马英九的这一招 绝对是在这个收关之前 最重要的一颗球 那这颗球投出来之后 王金平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说 中南部已经大反弹了 说这个明明只有一块的人 上了赌桌之后 跟我们有一千块家产的人要说 这怎么会公平 那说这个全民调手机等等的 这个状况是不公平的 那政党支持度看来目前是 朱立伦 侯友宜跟王金平 觉得一定要放进 整个全民调组合餐里面的 一个关键的调查项目 对啊 就是王院长也是没有自己讲 又透过李乾隆 就像马总统也没有透过 没有自己出来讲 是透过萧续成 你现在在呼叫他们出来开记者会吗 没有 就是生拼生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今天王金平讲的是南部的反弹 因为马英九的 马英九在南部本来就是票房 毒药 就直接讲了嘛 所以他当然会反映 就是反映所谓南部的意见 那事实上基层也是 也是很多 比如说你看侯友宜的群组也好 或是一些比较蓝营的群组也好 也开始在讲这事情了 就说你柯文哲当年骂马英九是什么 这个2012年竞选经费乱报 然后还是其实也不怎么清廉 然后还要去住 那个陈平远住过的牢房 然后还在这个 讲那个远雄大巨蛋的时候 还在议会一边哽咽 一边拍桌子 背后都是马英九害的 然后现在骂马英九 他也不只骂过马英九 还骂过这个韩国人是假庶民 韩国人不是庶民 是假庶民 可是这些都不能解释 为什么诸人要去跟人家 签那么多政党共事的合约 所以不是 所以南部的反映就是觉得 你马英九为什么要去支持柯文哲 柯文哲当年这样子骂你 你为什么要去支持他 然后再来就说 这个东西就说 你现在的基层也是说 我政党支持 为什么不列进去 你整个 譬如说2014年的台北市长好了 绿白盒 绿白盒 但是柯文哲当时没有政党是一个人 所以他选台北市长 你觉得他是凭一个人 就可以选完吗 还不是利用这个所谓民进党的政党盘 所以民进党在台北市的政党盘 是比较小 没有错 但是他还是吃掉了整个民进党的政党盘 然后加上他个人 才赢了连胜文 所以你今天 你手上你的政党盘多少 我每次民调都做 谁赢谁人头一大堆怎么样 可是你今天你看那个美丽岛电子报 每次都会加一提 你希望未来谁执政 然后选民党继续执政的 应该还是有三十几% 就跟类青者的民调是差不多的 可是选国民党执政的大概有二十几% 那就跟侯友宇现在的民调都差不多 但是选让民众党执政的只有11% 12% 那你跟这个所谓柯文哲的个人民调 差了10%左右 就说他的政党盘就是特别小 跟他个人没有办法相符 那所以政党的应酬要不要加进去 当然要嘛 所以王院长才会讲说 这个只有一块钱 就要给一千块钱收他 所以柯文哲去见王院长的时候 你直接吐他 就是你钱要出吗 你人要动员吗 你到现在为止柯文哲 有没有办过一场大场的 所谓的动员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场面给大家看过 没有嘛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你明白 然后你全民调的手机 不超过两层 全民调我告诉你 柯文哲的前面公布的那个三个民调 是笑死的民调好不好 有一家我不讲名字好了 免得被告 那已经告了别人了 然后呢 但是他就知道哪一家了 他加权前访问的民调数是九千九百通 手机的部分 加权以后变成一千九百九十九通 有这种事吗 然后最好笑的是式化 他表面上是做式化跟手机是七比三 可是他加权结果是式化跟手机是三比六 所以你这个柯文哲提出来的 这种全民调的方式 大家能够相信吗 你可以委托这种民调公司做这种加权 加权之后那个通数就会变多的 然后还有加权之后 两千一百多变少 变成一千零九人的 那你到底在加什么权 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的反弹 就是说这个当然 我觉得这一定是内讧的 就是国民党内战 大家讲说是国民党内战 而且是由前中 前中总发起的内战 那问题是 今天就看朱立伦要站哪一边 朱立伦到现在为止 还是要坚持政党的支持度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两党的东西 其实蛮靠近的 现在就差一个政党支持度 因为反正都是全民调 那你到底要不要加入政党支持度 这不是从德国模式提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政党支持度了吗 对啊 这是一个礼拜前的事了吧 没有啊 那为什么柯文哲都不答应 我们已经一直让 可是他答应的 问题是你们 马英九站到柯文哲那里去了 柯文哲当然不可能答应了 对没有 今天柯文哲就讲得很怕谁 没关系了 柯侯佩 侯柯佩我都接受 那你就直接答应就好了 就侯柯佩就好了 那你干嘛要做民调 我就觉得很好笑 他会说那你去问马英九 马英九说要做民调 那可以 那马英九是尊重你啊 所以说我觉得这种事情 你是不是很假的嘛 不过那是不是一个 刚才大家在讲很多都是讲民调 我们从刚刚第一章到现在在讲 全民调到底是什么 全民调有三种 是不是只有两种 全民调还有三种 没有 你去叫第一种了 第一种已经没有了 第一种没有了吗 不是 都是全民调 只是你里面的题目 要不要多调查一个政党认同度而已 在同一份里面 因为我们 柯文哲自己公布的那三份民调里面 也有政党认同度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一直说做一份调查 这一份调查里面有两个题目 他没有问政党 他那个就是加权的比例 要说在哪里 事实上就是在讨论加权比例 都在讨论民调技术啊 对啊 那不是专门 因为讨论民调技术这件事情 跟这个政党之间要合作 讨论的是政治协商的基础 应该 我觉得应该是层次 应该有点是不一样的东西 但现在大家都搞在一起嘛 还跟你讲说 不能两层哦 然后要六四比哦 要七三比哦 那讨论这些应该就是 其实最新国民党的方案叫做说 至于手机四话要几层 就让民调公司自己决定 我觉得这个也很 这个太可怕 没有人会玩的啊 因为你没办法得到共识 对所以因为 就是因为没办法得到共识 所以现在出来的方案都很奇特嘛 就是大家听所未闻的 这个相关的这个机制 但是回到核心的问题 为什么要谈蓝白盒 马英九其实丢了一个问题 他就说 如果你们不要蓝白盒 就是他说的 要拼就拼怕什么 要权我们自己拼下去嘛 那最后可能就会发生 就是大家分开选 那分开选 就是现在就宣布 选举结束进入垃圾时间 那说要分开选的人 就是在帮赖清德助选 那这当然是马英九在 这个推销他自己的诉求的时候 的一个论述 那敏锋这个论述难道没道理吗 这当然就是你就胜选的角度 要一加一就等于二嘛 但是我请问马总统 不一定啦 一加一等于 对我就请问马总统 一加一到底是不是等于二呢 那你今天有很多人 你已经把蓝白盒的谈 过程有很多太多不愉快 然后柯文哲利用他四十几% 没有利用他的这个 这个骂人的本事呢 也骂了不少人 所以那个蓝营的人 是群情激愤的 他现在就是搞一个运动 叫做如果是柯侯配就不投了 只有侯市政的时候 才是才要去投 那请问这样子 再弄下再折损下去的时候 我请问你 一加一到底等于多少 会不会一加一等于二呢 等于一 一加一不等于二 但是一跟一分开 是一定不会大于一的 对啊 注决是这样子嘛 是啊 但是问题是你 你一加一到底是要等于多少 会不会赢嘛 那赢之后 他的后遗症是什么 现在重点是加不起来 所以他不是一加一 会等于多少的问题 一没有要加赢啊 今天这个所谓基层 有一个担忧 就是说 你就说 我在我们合起来以后 那如果你是总统的话 依照所谓2014年 绿白盒的经验 是不是所有绿的那个首长 通通被赶走了 就是变成白色全吃了嘛 那今天 所以赢者会全拿 对 所以现在担心的是赢了 输了反而没关系 就是赢的话会赢者全拿 今天我们党一定要证的原因 就是他对科文哲不信任嘛 就是说 你为什么 你到最后 是不是把绿的 绿的首长通通赶走了 通变成你自己的人了 然后呢 绿的首长也没给原因 像苏利琼帮他办事大运 办这么好 结果他说 走的人都是因为 Law Block有水的 那你觉得国民党 看得不会心海吗 其实基层也会觉得说 如果你当政的时候 你现在说得很好听 联合内阁主一组 然后到时候你政的 手握权力的时候 我会不会把所有的 部会首长通吃掉 我觉得你 我至少有组阁权 我有任命首长的权力 主要还是变总统的权力 那到时候 你就像2014年一样 绿的 因为刚选完 大家还蜜月起 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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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时候不干 因为要翻脸了 就出去出去出去 那国民党不是 往党了吗 那有没有想要这个 有没有想要灭党了 担心往党灭党吗 淑慧 就反 因为我们来看 其实民调上面 也可以反映出一些数字 就是说在这个 马英九丢出这颗球之后 对柯文哲的民调 的确是有 往上推升的助力 越来越跑去了 本来就是 有点拉开距离了 但现在又回到了接近 那看起来还会再继续往上推 那接下来可能又要超过了 又要回到前面了 因为外面的人 或是国民党的支持者 或是说之前 已经归队的一些蓝领的人 可能会觉得说 现在又有新的变化了 人心会浮动 然后就会反映在电话上面 你说浮动 然后就去支持柯文哲吗 有可能啊 因为会觉得说 连马总统都支持柯文哲 韩市长也支持柯文哲 马总统跟韩市长 还是有一定的号召力 所以我就说 这个就是一个 很辛苦的状况 就是如果自家人 都没有帮自家人的时候 国民党这场仗就很难打 不过刚才敏凤问的那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 其实核心是对柯文哲不信任 因为怕柯文哲万一 你们现在担心的 真的是万一赢了怎么办 万一柯文哲赢了之后 会全部拿去 整网盘去 那国民党就往党 现在是因为这样子吗 因为我们很多人 看过柯文哲 跟民进党的合作 你说一定有雪玲玲的教训 坐在这里吗 因为过去我就曾经说 当然我现在讲这样不太好 因为在大家谈合作的前夕 我们去讲这个 先把问题摊出来比较好 不要忙过 过去我们看到了 雪玲玲的教训就是 这个分手率高 翻脸率也高 你知道分手不一定会翻脸 可是它是两个阶高 分手率高 翻脸率也高 那这种情况底下 当然我们过去是在旁边看的人 就会觉得哈哈哈哈这样 以前校民进党 现在民进党在校国民党 所以你就会 党内当然有一些人曾经 会有一些疑虑 尤其是我们的副总统 是绝对是虚位制的 你以为你可以共享执政权吗 没有 执政权就是总统的 没有什么共享的 所以你们之前说要给克文哲 做实权副总统也是骗他的 那也不是 因为民众党跟国民党的大小 其实还是差蛮多的 坦白说 立法院的席次也是差蛮多的 那国民党过去的 这个合作的经验 坦白 我不能说国民党比较老实 但是国民党比较笨一点 自己说自己笨 就是我们会按照约定的做 我们会按照约定的做 邵绍康也是这样说 我们问他困住 说马英九比较老实 会被柯文哲骗 对 问他困住 所以答应的事情 我们会去做到 我们要看过去历史的经验 合作跟一家公司做生意 我们会看诚信 如果第一次没做过生意的话 你再做信用确认就对 对 那 再做信用何时 查 我们只有发现柯文哲不合格 真逊色 可是我觉得现在讲这些 这个问题是你一开始 已经跟人家谈生意 他到说要签约了 所以我正要说 我说现在讲这些忧虑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再多的忧虑 你应该在决定要不要谈合作之前 你已经决定要谈合作了 你再去讲说忧虑 我觉得就已经是 就已经不必要了 当然你可以先讲好 就是说 以后的合作方式 你像签契约之前 你要把很多条款先签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 如果说真的要全民调的话 我刚刚就说了 你全民调其实还是全民调 只是你的题目一起纳进去 政党认同度一起纳进去 多问一个问题而已 这也是全民调 为什么不可以呢 为什么连这个都要计较呢 如果说像 他如果没有计算分数的话 不会计较 这是计算分数 所以才要计较 可是问题是 就像李前楼秘书长讲的 国民党跟民众党 不要讲一比一千 确实也是个一百比一千 如果未来真的 苛震侯父的话 我们所有区立委 投下去的文宣刊版 全部要换 我可是都挂了 我做了十万份DM 都是侯友宜 那你还是会留个 副手的位置吧 没有吗 没有啊 谁会留副手的位置 没有副手的位置 对不对 那好 当然是总统跟艺人 我每一个竞选总部 大同跟士林 都叫做侯友宜 游淑慧联合竞选总部 对不对 那未来我们 你知道我们都是这样 我办竞选总部的钱 都是我出的 但我会请侯友宜来站台 那未来可能我们 每一个县市的 所有立委候选人 都我们自己要出钱 然后把场面用得热热闹闹的 然后请柯文哲来站台 那我们用我们的身家 在帮你助选 那你难道现在 在这个 然后也听你的全民调了 那你加一个题目 你就在那边说我不要啊 什么的 那这个 这个对很多国民党支持者来说 心也会碎了吧 你也希望国民党支持者 投你一票吧 不是说我有所谓计较啊 我们也要跟国民党支持的交代 你这个行李怎么去说的 说这样全部满盘皆输 国民党还是一个主要的政党 我们有这么多县市首长 那么多县市议员 我们背负了这么多选民的支持 我们跟柯市长谈合作是为了下架民进党 不可以谈到自己都没有了吧 谈到自己都没有了 我们怎么回去跟支持者交代 支持者是我们的老板 我们是业务代表 结果谈到整个公司都 名字都换掉 权力都让了 好惨喔 权力都让了 然后回去跟老板讲说 不好意思 我们为了要打赢这家公司 所以我们公司全部让利让掉 我们的老板就是我们的支持者 也没办法接受啊 那如果换我们支持者 不出来投票怎么办 不过马总统说 就是说你们对侯友宜要有信心 照他的方法 马英九说照他的方法 侯友宜就会赢 所以你们就是侯柯佩 我们很多支持者对侯友宜 你很有信心 觉得说自己算耶 不更有信心 不是 那 那不是 最有信心是自己算也贏了 不是最有信心 那你觉得自己算也贏了 我觉得自己算 如果蓝绿都归对 我们把过去蓝赢的盘都找来 蓝绿归对 蓝绿对决 对 中间选民跟年轻选票 或许在柯文哲那里 回到蓝绿对决 国民党不一定会输喔 我觉得现在是因为蓝绿还没有完全归 蓝的盘还没有完全归对 可是绿的盘都归对了 我觉得喔 所以分开选你觉得会赢 没有 其实我补充一下 其实 我觉得要努力啊 不是 现在都要努力啊 蓝白盒要努力 自己选你要努力 为什么只能努力一根呢 好 我们先进广告 让你们再努力一下 先进广告 回到节目现场 我想请教一下静怡委员 那他们 反正他们都要努力 就是各自选也要努力喔 如果真的各自选 所谓的撒咖都的话喔 那你以这个场边观战的角度来看喔 他们这个各自选 还有机会 赢民进党吗 其实这件事情我真的要同意 游淑会游议员 就是说其实国民党的基本盘 其实比民进党好 基本盘 对 基本盘 其实你看去年年底的地方 县市长选举 因为去年年底地方县市长选举 我们的很多所谓的游离选民 或者是摇摆选民 投票率没有很高 所以基本盘的部分 国民党事实上是非常忠实的 而且我常常讲 民进党的支持者 对于民进党 其实常常都会是觉得 你这边做得不够好 他的理想性蛮高的 或年轻人对民进党来讲 他理想性拉得很高 所以你有一些比较瑕疵的部分 他会觉得我没有投票动力 可是对国民党 其实国民党支持者事实上很铁 所以以所谓的基本盘来说 国民党真的是很强的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整个他们可以把蓝白盒 讲成到现在这个样子 把自己的志气都讲成这样 我老实说 我一直强调 我跟很多朋友们都讲到 很多人讲明年三党不过半 民进党很希望能够实质过半 为什么 因为民进党虽然曾经经历过 非常少数的政党 在立法院里面 可是当时的国民党 我必须说过去国民党的 我们跟国民党很多立场不同 国家认同不太一样 可是在整个对于相对的政治运作来讲 我觉得蛮多老派的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我是蛮敬佩的 因为他们在 不论如何再怎么吵 到了对国家有重要的东西要决策的时候 大家还是可以谈出一点东西来 可是以民众党来讲 我要强调回来 现在讲蓝白盒 我们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 讲了半天 所以你到底你的政见是什么 合了之后你们的政见是什么 你要你共同政见吗 还是各提一部分 我们甚至像有听说有媒体讲说 不然各做两年 那所以前两年你的政见 后两年我的政见吗 我要特别提醒民进党的这个血泪教训来讲 如果你柯文哲是负的 那你们的政 你们的所谓政总统 可能很小心 他怎么对你真的不知道 他会不会扯你后腿 你会害怕 那两年你会过得很害怕 所以说回过头来 我必须说 像赵浩康先生他所提的几件事情 我也难得有几个事情同意他 没有看过任何国家政党的总统用民调决定 你那个总统候选人 你可以在之前自己党内 像我们自己 党内初选 对民进党党内初选过 党内初选我们再怎么样谈 谈出民调 我们自己在内部决定完 我就提出来了 提出来之后不论好坏 我们就是一定把它选到底了 那是你的政党坚持 而且每一个政治人物像现在 我们的总统候选人他提的政见 他就是他的政见 他的政见没有那种说 可是如果是换了一个副总统 我就会换我的政见 没有这种说法 所以他的这个 他终于去批评柯文哲 就是我自己认为 当蓝就是战斗蓝 或者是蓝营内部发现 他不是一个可合作的政治人物的时候 国民党内部的危机感跑出来了 我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再怎么样 我真的在场我就讲民进党 民进党输过多少次 民进党选得很糟多少次 我们在国会里面 习次就是少到大家讲说 两手举起来还输人家的状况 我们也是拼战到底啊 那你的支持者要看见就是 你愿不愿意第一 为了你的政见认真的去捍卫 第二为了你认为的理念 去认真坚持嘛 2019年的时候民进党曾经很惨 因为2018年选得很惨 当时公投也全军覆没 然后地方先是首长整个倒成一片 可是我必须说 那个时候我们在年轻支持者 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说 我们在该坚持的理念上面 我们还是坚持了 所以我也认为说 我还是要拉回来讲 大家讲蓝白河已经讲到 我们在地方我也很困扰 因为我们的支持者 在参加我们的座谈会 在参加我们的那个政见说明的时候 你再讲一下那个赖清德 进场十五分钟的事好了 对啊 你知道吗 他昨天进场十五分钟 真的是大家很热烈 民进场也困扰了 我们超困扰啊 全台湾都很困扰 全台湾都很困扰 我们在地方办说明会 办完之后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你也要负责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每个 我们每天被问 我们也每天被问啊 一部分的民众跟我们说 你要小心蓝白河 一部分就说他们到底会不会合 谁赠谁付 所以我们也很困扰 因为我们的政见 没有人在转传 我们的资讯没有人转传 我们的选情 我们请大家帮我们办 说明会座谈会 结果问半天会不会蓝白河 你在讲政见 你在讲我的选举的时候 变成好像我在地方讲 政论节目一样 这不是办法 但是民众真的想知道这件事情 民众就是 所以为什么政论节目 还是在讨论 我也认为说真的 你到11月20号就要登记了 我还是认为 我对于民主国家政党的 政党政治 回到政党政治的部分来讲 我知道现在讨论这些 很娱乐 很欢乐 很有趣 可是政党政治这件事情 要严肃看待 严肃看待就是 没有政党是 没有政党的总统 你已经要投票了之前 我们两边的政党 我刚讲的很好 2014年的时候 柯文哲没有政党 那时候是民进党 用礼让或者是支持他的方式 支持一个无党的人 所以像比方说 现在民进党在合作模式里面 你要是政党跟政党 我们会先讨论好 那没有政党的 你可以去支持他没有关系 可是你现在政党跟政党之间 你不能到已经都提名完了 你才这样搞 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政党政治正常的方法 台湾唯一政党跟政党有合作的经验 就真的只有国民党跟亲民党 政党跟政党 其他都是政党跟个人 跟无党籍的个人 我们之前在我的选区 陈柏惟那时候已经是激进党 他是激进党 他已经是激进党 可是像我在补选的时候 我身上的肩带是民进党跟激进党 因为我是民进党提名 可是激进党支持我们 所以我们都是这样谈的 是谈定了要合作 我们就踏踏实实的合作 你们的模式就是因为没有搭档的问题 现在就是有搭档的问题 他到底要不要进来的问题 我觉得其实这样真的对于目前 像比方说像之前 我讲一下 我们讲一下郭台铭好不好 郭台铭 他已经提出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了 结果他在副总统候选人 要不要放弃国籍之前 他还说没有关系 如果来不及的话 因为如果谈的合我也合 我真的觉得这样对于他们的副手 或像现在这两个政党 正在谈的副手 你想想看他们的副手 难道现在就是一个牺牲打的状态 你跟我谈好了 我很多事情都先处理掉了 我的工作等等 人生计划处理完了 结果几天会跟我说 没有啦我们讲好了 你可以不用了 这个完全是政治渣男的行为 真的不能这样玩 政治真的是比一般社会上 所有的事情都残酷 没见识 另外这个 郭台铭的案子是说 就克文哲让5% 就等于是让 拿出了政党 真的有每个人都每天 有各种创新的方法 在处理这个问题 没有他讲这个方案 讲很久了 没有他说这个等于政党民调 这件事情 他只是把他等于政党民调的部分 加进去 这个让5% 他已经从一开始就讲了 让5%他讲过了 因为是克文哲讲让3% 所以他就改成加码变成5% 但是纳入政党民调 这件事情是在说服朱立伦 说你不要再坚持 要再调一题叫做政党民调了 用让5%来代替 那你要克文哲同意让5% 克文哲只同意让误差范围之内 那如果克文哲同意让5% 就可以不用做政党支持度了吗 那如果他们同意 照顾康的案子就是这样子 你现在就是因为太多人 有太多的案子了 所以是比这个提案子的人的分量 但是我说实在的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马英九跟韩国瑜 不做这个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 这个侯友宜的民调 已经到20几了 24左右我觉得 然后那时候克文哲已经掉到13、14了 那你知道当时侯友宜的民调跟赖金德差多少吗 10%了 10%之内了 他当时从这个17%、13%跟赖金德是天渊之别 这赖金德那时候还有30%、40%的时候是差20% 他现在已经拼到差10% 有时候会在10%之内了 那你现在又把所有 划在这个柯文哲的审栏 又拉回去柯文哲那里去 他当然就往下掉 所以他就更没有希望了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不做这个呼吁的时候 他的民调还会 侯友宜的民调 应该还是会持续在往上的 然后你跟赖金德的差距 也会越来越近 到时候气饱 如果你跟柯文哲的这个差距一拉大之后 那个气饱的效果就会出来了 谁说不会赢呢 很难讲 你说分开选 侯友宜会赢 我就说 如果你要全党一致 像游淑慧讲的 他不要讲到类目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全部都支持侯友宜 然后你的深蓝也回归 韩国瑜的韩粉也回归的时候 那时候跟 跟这个所谓赖金德 最近是差10% 或10%之内 那你一个大选 总统大选 差10%之内 这个是算是危险的 有机会翻盘的 这个对赖金德算是一个危险的 这个东西 那你只要从柯文哲那边再气饱几个 其实可以气饱几% 你其实就已经跟赖金德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不会赢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 因为尤其是最近 最近有一个年轻人 他从一开始就跟我讲说 柯文哲 你不用跟我讲 你们这些老人家都不用跟我讲了 好 我就是柯文哲 然后我上个礼拜又遇见他 他说我改了耶 侯友宜 我说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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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因为侯友宜提出一个证件 他认同 所以说你提 你问哪一个证件 我现在 我们好不容易终于可以谈一点点的证件 最有人愿意提证件了 反对废死这个东西 他认同 他认同 虽然他是一个年轻人 我这每个人心里头很重要的证件是不一样 对 他大概有86%的人是反对废死 他20岁28岁而已 但是他也反对废死 但是他就看到侯友宜这个证件 说他要改投侯友宜了 那我觉得那根本就是柯文哲的盘在松动 他只是找一个借口去投侯友宜而已 所以说你们干嘛要 我都搞不懂 为什么作为一个前总统 前国民党主席 或是前总统参选人的韩国瑜 要自乱阵脚到如此的地步 我真不明白 所以本来大家是在问说是侯友宜 还是柯文哲是这个历史的罪人 现在在比的是朱立伦还是马英九 谁是历史的罪人吗 我们先进广告 回到大选境来讲 马英九抛出的全民调方案之后 这个柯文哲接求 那韩国瑜也说赞同马英九 那马韩当然在蓝营内 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 所以立刻也反映在民调数字当中 柯文哲的民调 火速的又即将跟这个侯友宜 麻花卷 甚至接下来极有可能会持续的超过侯友宜 所以这场选战到现在 这个国民党对国民党来讲是一个非常艰困的状态 才11月4号15名的韩蓝营的县市首长一起联署 支持党中央的这个日本德国方案 当时是朱立伦提了日本市跟德国市 是德国了 11月4号有啦 今天朱立伦有说他就不要再讲日本了 日本他放弃 我们现在专心德国 没有日本了 虽然这个11月4号蓝营的15名县市首长 支持的是日本跟德国 但现在朱立伦自己也放弃日本了 所以现在就是党中央方案 只有一个叫做德国市的这个初选 那另外呢 在这个马总统 这个抛出了这个全民调方案之后 基隆市长谢国梁足足苗的杨文科 杨文科是国民党的新竹市长高宏安是民众党的 那苗栗现场中东警是五党级的 所以呢 其实只有两个蓝营首长 就是基隆跟新竹新竹是支持这个马英九 马韩版的全民调 那包括最重要大家还是在看啦 就是这个六都的首长 蒋万安跟这个卢秀燕的表态 蒋万安说的是用智慧做妥善的 因为没表态 做妥善 这应该是中立吧 对中立 对不对 就是说我不是支持朱立伦 也不是支持马英九 我就是看你们 你们自己决定 我是中立的 那卢秀燕感觉也是 双方都接受的他就接受 那这个代表是 这句话不是废话 就是听君一席话 卢听一席话 不知道他到底要不要拿什么 没有啊 这样才是对的啊 要选的双方去决定啊 旁边的人讲一堆干嘛呢 因为要选的 所以你是在怪韩市长了 没有没有 我在说我们 就是要选的人 在自一线市场的人 他每一天都在 这个拼选举 每一天都在一双手 一双手的 像我被征召以后 党就是征召我而已 就这样 就提名我 剩下全部我都要自己去拼 好 重新去认识里长 重新去基层拜票 然后自己要募款 一点一滴在自己来 党给我的就是一个提名而已 所以侯友宜也是一样啊 那今天所有的变动 他变成一个无可奈何的 就像我 如果你把我提名以后四个月 然后在登记之前说 刘淑伟我发现陈炳斧比你好 那我能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去三尺白铃上吊 不是这样要加金玉了 对不对 那就是说 雇权大局 牺牲小我 小我都不可惜就对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说 这个我们还是要尊重 正在战场上施杀的人 我想民进党也是啊 很多派系 派系有很多意见 但是不管怎么样 现在赖清德在选 他们对赖清德有很多意见啊 我就听过很多民进党的人就说 哎呀太保守太无趣 怎样这样这样这样 可是 那人家赖清德在选啊 输赢他要承担啊 对不 所以我觉得 像万安市长跟卢市长 他们就 自己选过的 都知道说 最后别人都可以给我很多意见 但是最后的输赢 是我要去认的 要当历史罪人 也是我要去认的 所以我们一直都希望说 就是国民党不管 过去到现在 提名了谁 都要尊重一下那个提名的人 很早以前 我就在节目上说过 我觉得侯友也选得很辛苦 提名了以后 好像媳妇和小孩同样是 就是叫他去拜会谁 拜会谁 要讲什么话 他自己不长进了 不是不是 蓝营就是有这种 就是每一个大佬 你都要去拜会 然后你要讲大佬喜欢听的话 因为我自己也面临这样 然后我就说 等我把党内的拜会 所以他是没有把马英九搞定吗 不会啊 我觉得那天马总统 那天在11月4号的时候 我们在市府前面的肇事活动 这个侯友宇致辞到一半 马总统突然从后面拍他 讲得好 然后侯友宇还愣了一下 我们再继续讲 说你有进步不是吗 这是没有关麦的时候讲的 忘了关麦嘛 讲他讲得好 有进步是另外一场 那一场是说讲得好 因为我就在旁边 我想说人家还没有讲完 然后那个侯市长也吓一跳 但是还是继续讲 所以我想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啦 那我也不知道说 这一波是怎么搞出来的 有吗 不然说有打电话给侯市长 的神操说 那你不能 被已读不回 你不能因为 你不能因为主将不同意 你就自己出来吗 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这样子 搞得我们现在大家也很为难 每一个人都被问说 你赞成哪一个版 你看嘛 每一个人都要被问 你赞成哪一个版 那这不是把大家的冲突 台面化吗 那我就说这个对于选情 是没有帮助的啦 好不容易归队的明星 还没有凝固 又突然又散掉了 那我们立委要怎么打呢 对立委要怎么打 是一个接下来的重点 就假设我们看起来目前 就拍名了耶 对对对 你不要讲到内幕的感觉 对对对 这样的感伤 那如果说现在朱立伦说 那他这个最新的方案 六四开的方案 柯文哲再不接受 要全面开战柯文哲 那如果这个党主席下令 这个下令说 要全面开战柯文哲 那你们就接令嘛 这我也是不赞成啦 你也不赞成 不 我觉得今天柯主席 讲了一句话 我倒是认同啦 不能蓝白合作 也要蓝白和平啦 在野党互相挑战 算什么鬼啊 可是你主席已经下令 要全面开战 没有那就那问题是 我还是要说 你要尊重我们在第一线的人啊 降在外军命有所不从啊 而且他也还没有 这是媒体报道而已啊 蓝白破裂的话 一定有责任归属问题 所谓全面开战 一定是撇责任的事 不是有说要 有奖万安发动来全面攻击 但是你选举是一定是 挑战卫免者宝座 我没有看小时候看过五灯奖 你那个挑战者 不用互相挑战 一定是挑战那个卫免者 我都忘记了 你还有看五灯奖 有我小时候有看过 你一定是挑战那个 那个卫免者嘛 所以不会跟柯文哲全面开战 那没有意义啊 我赢柯文哲就会赢赖清德吗 我当然是要赢赖清德 我赢柯文哲干嘛呢 柯文哲也是这个想法 有两个字叫做弃保你知道吗 弃保就是要把这个 但是什么情况下才能弃保 我无限逼近赖清德的时候 我才会有弃保 所以来 就是说我没办法 无限逼近赖清德的时候 我就让那个距离一直留着 然后不攻击柯文哲 我一定要以第一名为目标 我不是以说 我赢过我旁边那个第二名 那个是手段啊 就是说我是不是透过 开战柯文哲的手段 达到弃保 然后赢过赖清德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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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透过 开战柯文哲的手段 你一定是透过 开战赖清德的手段 因为现在反律的是六成 不是反科的是六成 你一定要让民众 反律的六成里面觉得说 你才能下架 你才能监督 如果今天反科的是六成 那我们当然就反科啊 我们要站在民意的大多数的那一方 才是选举的正确的策略 其实如果你用赖清德的支持度 是三十几百分之三十几 你就说是六成反律的话 那反科几乎八成 因为民进党支持度只有不到二十 如果用这个逻辑来算 数学上算起来的话 那反科是八成 那这样子的话 你更应该反科 你们才能够得到一些好的 这一个民调的数据 其实我觉得全面台战是两面都要占 你说克文哲 这次民调上来只有韩的因素 或是马的因素吗 其实赖也推了一把 赖在介绍姚立敏的时候 就说他要全面对付科 他也是在帮科拉这个 因为科会 之前会领先 就是会骂民党 骂得比国民党凶嘛 那今天赖就是刺 就是帮忙在拉科 拉到两边平衡啊 所以说你全面 你一旦蓝白盒破裂的时候 你当然要打 要打这个所谓的绿 三百六十度 对 三百六个无死角打嘛 绿也要打 可 绿白也要打 因为白如果一直打你们说 你们破坏蓝白盒 造使这个绿的上升之后 你们不回嘴吗 你们不回嘴 对啊 不打也不是 这也不是不打啊 一天只有二十四小时 我只有一张嘴 我怎么可能啊 三百六十度全面开战 你们党里面有很多张嘴 没有 因为还有区域立委 今天民众党 现在就是在讲区域立委啊 所以才说蓝白要和平啊 因为区域立委 民众党没有投 没有提 那如果说蓝白是和平的 那请问一下 投柯文哲总统的这些人 他立委他会投谁 这就是我们可以去争取的嘛 那如果民众党跟民进党 开战的很厉害 你觉得柯文哲的支持者 在这一票跑去投给民进党吗 所以还有区域立委的考量嘛 现在其实大家在谈的都是区域立委的考量 所以啊 我才说 我才说 其实还包含不分区的考量啊 不分区那又是要看名单了 我跟讲不分区就真的要看名单了 如果不分区又提 譬如说如果贵党提一个陈时中的话 那我们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支持陈时中 无限支持 不分区就要看名单了 各自的名单要漂亮了 那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就是党主席的智慧了 大家提的名单 够不够获得社会的认同 这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区域立委是 大家一票一票到选 我刚才告诉大家 我选三次 选举到最后都是情绪的 不是理性的 我讨厌谁 我比较喜欢 甚至是我没有那么 我讨厌这个人 所以我要投给这个人 有时候是这样的 因为民众党的支持者 他当然第一个想投的是 民众党的人 可是民众党没有提人的时候 他不可能 当然有一些人会只领总统票 领了以后我立委都不投 两个我都讨厌 但是如果我两张票都领了 总统提扣文哲 那立委当然就投一个 没那么讨厌的人 所以你为什么要成为 那个让他讨厌的人 不过 晋仪在中部地区 现在其实叫做蓝白河示范区 对 就是他说的这个蓝白河 和平的河 至少已经在中部地区 可以看出来 都是大家一起挂看板 卢秀燕也变成大家合照的对象 蔡碧如是指标性的这个人物 所以你这里应该蛮能感受 那个蓝白河的气氛 但是如果一旦柯跟喉开战了 假设朱立伦就说要全面开战的话 你觉得你们这里和平的气氛会改变吗 我们自己选区 以我观察就是蓝白河的指标区 在中部来讲就是海线的两个区 一个是海线第一选区 蔡奇昌委员那个选区 她的对手是蔡碧如 那那个选区就我了解的是 国民党好像没有提名 她是离让给蔡碧如 但是国民党基层的一些资深议员 是不太不太开心 那所以说当然蔡碧如 她也跟这一个卢市长合挂看板 就是说她现在看板也是跟卢市长 那当然如果未来蓝白河了之后 她会不会就去跟侯友怡挂在一起 我个人蛮怀疑的 她其实还是比较有可能跟柯文哲挂在一起 全部都上去 团体照 胡秀燕挂都没用了 跟柯文哲挂 可能啦 那我的选区是更 我常常讲我的选区 颜宽衡他们家 基本上他们家的组织实力比国民党还强 所以其实到现在我的对手颜宽衡先生 他的看板是没有写中国国民党提名的 也没有国民党党灰 我们服务处还接到国民党支持者 打来跟我们抱怨 国民党支持者打来我们服务处 抱怨说 要你质疑他这一题 让他挂上去 那要我们去要求国民党说 你们不能这样要求说 我们要去跟国民党说 你们的候选人没有挂你们的看板 没有在看板上写国民党也没有党灰 那甚至你看到现在 我的对手颜宽衡先生 他的看板上面 就是刚刚讲是卢秀燕市长 那蓝白河之后 他会不会挂 这个柯文哲或侯友宜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们振的是谁 我没有办法论述 那到时候他是要挂柯文哲和友宜 卢秀燕 然后跟颜宽衡吗 这个 这一串我觉得是蛮奇怪的 我个人认为 其实我个人认为 我们海线这两个选区 就是所谓说起来叫蓝白河 但是那个蓝白河不是看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就是已经是卢秀燕了 所以卢秀燕基本上在我们台中 他正在看 因为以现在这个情况来看 明年的1月14选完第二天 卢秀燕就会是国民党接下来的共主 甚至是泛兰接下来的共主 如果柯文哲的民众党在整个的 我们讲立委席次没有选得非常强的话 那接下来共主就是卢秀燕 所以我认为我们海线的蓝白河已经出现了 他没有在管你什么柯文哲侯友宜了 就是卢秀燕了 当然这个国民党内为了这个蓝白能不能和 是相当交集 包括中评委邱富生说应该侯友宜回去新北市 做市长弃选这个总统 那陈长文是马总统的好朋友 说呢 现在如果拒绝全民调的话就气喉宝科 支持柯文哲 那这些声音会不会造成十一月二十号 假设蓝白真的破局之后 登记之后 在引发政坛的其他的效应 一直到一月十三号 我们都是还在讨论蓝白要怎么和 或是怎么气宝 有可能发这个情况呢 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讨论 回到赖选性来讲 到底蓝白会怎么样子发展了 最近几天真的是关键时刻 不过呢 马英九说提出这一个最新的全民调的建议 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的焦虑 赖清德要当选了 他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呢 萧美琴接待了他 然后呢他觉得萧美琴 确定跟赖清德搭档之后呢 这个包括中间选民 包括年轻选票 那都会让民进党吃了这个大补丸 他对萧美琴显然是相当肯定的 那的确萧美琴是真的要 回来接受跟赖清德搭档竞选了 因为连他的猫呢 据说都已经开始在问 要如何检疫了 要在这个检疫所住七天之后 才能够回来 所以当这些程序 种种的迹象显示 赖消配已经确定成型了 那国民党的这个蓝白 合不合 是不是要各自提副手 这件事情 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 走到最后弃保的话 是不是选举到11月20号 那天就算结束了 明峰 我觉得赖消配已经早就决定了 就是因为大家做民调 都已经开始做 柯侯配或何柯侯配 对上赖消配 所以萧美琴 当然我觉得他是合适的人选 但是就这个消息面来讲 是没有惊喜的 就是说他就是一个 就在这段时间对于台美的关系 非常大的贡献 然后因为他年轻 而且他的奋斗的过程 比另外一个女性要好很多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觉得 这个在消美期已经非常适合 大加分 对大加分 所以说但是民调做起来 跟所谓的柯侯配 跟侯侯侯配 并没有差很多 如果他们万一合的话 这个东西也是民调要谨慎 要这个小心的 那如果说万一没有合的时候 才有所谓的气宝问题 那气宝问题就是很大的一个 操作的这个手续 一个技术问题的存在 那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说 其实我觉得应该感谢 我觉得国民党应该感谢金普 从在五月份下那个禁令 就不准去占锅了台 不准去叫柯来占台等等 那才整个稳定了所谓国民党的盘 那国民党的盘稳定之后 到现在又跑出来一个人 他又要对付了 这个人还是他的前老板 所以我觉得后续如果没有合的话 气宝的操作问题 就完全是技术性的问题了 那这个就看谁的技术比较高明 我觉得国民党有选战的经验 在气宝的技术上面 应该比一个一人政党会好一点 那你只要表现好 譬如说你真的拿出一个政见 连28岁的女生都会被你吸引 回到你的阵营里头 虽然他们家有蓝有绿 他自己坚持柯文哲 但是他还是回到侯友宜那边去 所以你要看怎么操作 这个选举的技术 那如果说你是 你每天如果你 柯文哲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人 只有他一个人 靠着自己一张嘴 然后一张嘴打遍天下无敌手 所以我觉得就说这个东西 当然未来如果没有合的话 我们就看选举到一月份的时候 是会不会造成一个气宝问题 那气宝问题当然 你侯友宜的民调 真的是要跟赖清德 要差到10%之内 我觉得这个东西 而且要跟所谓的柯文哲拉开 我觉得那才有气宝的空间 否则你现在你现在来讲 如果还是麻花的时候 大家都不想不想无所适从 你要谈气宝就太难了 你讲气宝是需要技术 他就是说蓝白之间的技术 你觉得蓝应该技术比较好 但其实基本上对对绿来讲 他一定会看到 他不要让你们两个发生气宝 他一定有反气宝的技术 反气宝的技术 这些技术比起来谁比较好 就邱逸仁 这个金普聪跟柯文哲 谁技术比较好 我们现在就是期待金普聪 在大战邱逸仁 对不对 所以金普聪大战邱逸仁 对 看看谁的这个比较厉害 看能够什么样的一个操作 但是我说实在讲回来 我觉得蓝应该的选战 如果面对蓝白盒的时候 他选战的这个方向要大调整 现在目前有过于保守之险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有时候会觉得说 你做了很多YT 你也跟上时代做短视频了 可是那个短视频 真的没有像蔡英文那一次好笑 蔡英文去波特王那个 聊妹聊得很呆 我觉得好开心 所以我觉得威廉还是有点 小小的包袱 蚝包存在 所以但是如果一旦蓝白盒的时候 他真的蚝包要丢一点 多丢一点 那多做一些比较吸引年轻人的 那些就交给萧美琴 交给萧美琴跟他的四只猫 就来吸引年轻人 不过这个建议委员已经开始请预约 萧美琴站台的时间了吗 感觉他站台下我可能比威廉好一点 我们是有先跟他预约 但是现在等于是说党中央的步调 我们还没有办法证实真的是他 我们就先抢先赢 哇塞 你还没有证实 我们当然不能这样证实 那但是因为他是 你这是外交辞令 他是我的老同事 我当然是要先跟他说 假如你要回来的话 你可以来我这里吗 那当然萧美琴委员 他真的跟赖清德副总统 他们有很强的互补性 赖清德副总统 他毕竟当时他在 他当过立法委员 两位都当过立法委员 再来赖清德副总统 他曾经在台南市当过市长 那个时候整个台南市的状况 他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制度非常的好 而且也对台南市做了 非常多重要的改革跟建设 那接下来他又当过行政院院长 所以他对于内政或整个 我们讲的最基层的 这个部分他是非常熟悉的 那萧美琴委员他 萧美琴大使他真的说实在 他的整个国际的部分 国际连结跟国际的合作 跟外交的部分他非常的强 我自己这几年我待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